近日,恒大负债2万亿的消息传出 有人不禁会问,作为地产行业的龙头 恒大怎么会欠下2万亿 这件事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许家印还能指望当年那些救王健林的人吗? 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些问题 2017年,59岁的许家印 沾沾自喜地看着自己的恒大帝国 这一年,许家印的财富增加了2000亿元 超越马化腾和马云 以2900亿元首次成为中国首富 恒大集团自上市以来 净利润达到创纪录的170亿元 同比增长110% 但是,在今年9月 恒大财富资金链断裂 导致整个集团被推上风口浪尖 不少投资者表示 他们的投资无法体现 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 也暴露在了公众的视线 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6月30日 恒大负债高达1.95万亿元 就连马云的总身家也只有他的五分之一 流动资产1.57万亿元 累计负债率为82.71% 而整件事情的起因是 恒大多年前成立了一家 名为恒大财富的理财公司 不过,与其他理财产品不同的是 恒大财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非常高 比如,针对恒大内部的理财产品 超收保 年化收益率达到了25% 即使在后来又降低了一些 其年收益率也在11%左右 如果有了解理财产品知识的人 你就会知道 恒大财富的收益率到底是有多离谱 这简直就是在做慈善啊 然而,天上不会掉线柄 恒大财富的收益率为何如此之高 首先,恒大财富发布的超收保等理财产品 不仅会卖给别人 也会卖给自己员工 而且还是强制性的 在恒大,管理层会带头购买恒大的许多理财产品 会给员工造成一种产品永远不会有问题的错觉 如果有些员工不买怎么办 恒大还是有办法的 因为目标用户是自己的员工 所以,恒大会在理财产品推出后 给各个地区和部门下达指标 每个人都要拿到多少业绩 如果做不到就直接罚款 在这个指标下 很多员工只能自掏腰包买这些理财产品 或者卖给身边的朋友 更恶心的是 对于没钱买的员工 恒大会为他们组织专项贷款 如果说这些东西是正规的理财产品还好 但是,恒大财富在成立开始就注定了 它不是一个正经的理财产品 说白了,这就是恒大用来圈钱的工具 恒大的最终目标是还清债务 房地产行业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钱 但实际上,他们的大部分钱都是借来的 比如银行贷款 其他的公司融资 信托公司等等 而恒大每年光是负债利息就超过1000亿 所以,恒大弄这么多钱 就是要搞多元化圈钱扩张的计划 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要钱生钱 所以才有了恒大汽车 恒大兵权 以及涉足互联网这些东西 但问题就出在这些项目上 经过市场考验 他们已经被淘汰了 恒大回头一看 发现自己没钱了 谷叠效应也由此被触发了 现在,恒大负债2万亿元 相当于广东去年GDP的五分之一 这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吗? 如果你还没有买过恒大的理财产品 那么恭喜你 你不会亏本 充其量 也就是恒大会影响未来的房地产市场 如果你买了恒大的理财产品 那么你就会像那些恒大员工一样 聚集在恒大门口要求退款 但是,最让人担心的是 那些已经购买了恒大房产 但尚未交付的人 恒大可能会延迟交付时间 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 许家印连夜赶往北京 有一点我们要知道 现在的恒大已经到了不能倒的级别 当然了,债务并不意味着倒闭 恒大债务的信息被传出后 恒大集团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声明 称恒大遇到了困难 但会坚决履行企业责任 保护客户的权益 而且,许家印连夜飞到北京 这个消息相信大家应该都懂 但确实可以安抚一些人急躁的心 其实,最惨的还是那些恒大员工 因为,很多恒大员工都买了产品 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在拿自己的钱给恒大还债 而同样购买理财产品的高管 竟然有提前赎回的特权 有消息称,恒大某高管 早在5月份就已经兑现了所有资金 而另一位高管则兑付了100万 包括许家印妻子也兑付了2300万 想一想,如果你是恒大员工 你知道这些消息后会怎样 其实,万达当年也出现了资金问题 但王健林选择了断币求生 为了生存,他出售了万达优质资产 摆脱了资产风险 在2017年,王健林和万达一起陷入了黑暗时刻 就像最近的许家印一样 2017年6月,万达突然面临外资监管风波 市场传言,银行停止向万达放贷 引发股债双杀 一个月后,在北京的一家酒店 王健林、荣创总裁孙红斌 富丽总裁李思连坐在一起组了一个局 荣创以438.44亿元收购万达13个文旅项目 91%的股权 富丽以199.06亿元收购万达77家城市酒店的全部股权 签约仪式上,王健林欢声笑语的背后 是他在会议室当场摔杯的传闻 几个月后,腾讯、苏宁、京东、荣创和万达 在北京签署投资协议 用340亿元收购万达商业股份 随后,阿里巴巴斥资46.8亿元 成为万达营业的第二股东 在2017年万达的年会上 王健林感叹道 2017年是万达集团历史上最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万达经历了无数磨难 此时,王健林与万达转为为安 跨越了经济这一关 而他抛售海外资产的积极态度 也让他跨过了政治那一关 看到现在的许家印和恒大 不知道王健林会不会想起曾经的万达 至于许家印 或许他也会希望自己能像王健林的2017年一样 绝处逢生吧 如今的许家印也处在断壁求生的过程中 他的决心和意志或许不亚于王健林 但许家印的2021年注定难以复制王健林的2017年 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解释 时也、事也 2017年 特朗普还没有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无论整体经济形势、市场环境还是监管 2021年都将比2017年严峻得多 2017年的寒风甚至像一个暖春 但最明显的变化是 2021年 许家印再也找不到像2017年 王健林那样大大方方的接盘侠了 回想2017年 王健林找到了马云、马化腾、刘强东、张静东、孙红斌、李思连等众多大佬 王健林深陷险境后 不到一个月就得到了孙红斌的融创和李思连的富力的帮助 这些大佬们手上的闲钱很多 这不能单纯地用王健林的人脉资源来解释 毕竟 也是在2017年 许家印已拿到1300亿元的投资而自豪 仅仅张静东的苏宁就投了他200亿元 对此 当时媒体开玩笑称 许家印和张静东喝了一杯价值200亿的酒 而在2021年 几年前活跃的房地产和互联网巨头也有自己的问题 马云、马化腾遭遇了监管风暴和民间反资本浪潮 他们自己也忙得不可开交 又怎么敢招惹正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许家印呢 而孙红斌、李思连和许家印也差不多 融创总负债近万亿 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 负利也无限接近恒大的危机 还遭遇了股票和债务的双杀 惠玉将其评级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当年从万达手中接手的酒店项目 亏损近35亿 几乎成为压垮富力的烫手山芋 而张静东也好不到哪去 苏宁负债1500亿元 今年上半年 公司濒临破产清算 就连张静东本人也辞去了苏宁董事长的职务 事后看来 苏宁的困境之一 就是因为2017年 他给许家印投资了200亿 这笔钱现在还没有着落 直接把苏宁拖垮了 许家印还能指望谁 或许许家印唯一能够指望的 就是所谓的大道不能倒 赌政府能够出手相助 在中国 这个希望可能会实现 但许家印也要为此付出 他的代价是大概率出局 这就像前几天许家印所说的场面话 我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恒大财富的投资人 不能什么都没有 如果出局理解为一无所有 那么许家印可能要一语沉沉了 好了 今天的人物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顾知君与您下期再见了